小妖这两日身子乏得很,总爱睡觉,以至于阿念气冲冲找上门来时,她还在软榻上打瞌睡,梦着老木做的炖羊肉刘哈喇子。 闻小六,你还有心情睡觉?你给我起来!你这个卑鄙小人! 阿念使劲摇晃着小妖的肩膀,让她从睡梦中迅速转醒。小妖被晃到突然有些反胃,赶紧大力推开阿念,尊贵的小姐,又闹哪一出呀? 阿念一手插腰,一手指着她,你给我老实交代,专须哥哥的鼓尼姐干净了没? 小妖强压下呕吐感,站起来同她对峙,鼓都解了两年了。 你想碰瓷啊?你那什么狗屁哥哥一有个头疼脑热,使盆子就都往我头上扣。 你,你,你,说话粗俗。 阿念恨不得冲上去撕烂她的嘴。 我本来就是个乡下人,不会讲好听的话。 这时,徒山井横跨一步,挡在两人中间,微微欠身一笑,王姬殿下,专须殿下身体无恙,你莫要误会小六了。 我来只是替王孙捎一句话给你父王,顺带,有些私事想找小六单独谈谈。 阿念气呼呼地瞅着徒山井和闻小六,之前在清水镇见过夜时期对闻小六千一百顺的模样,他和专须的看法一致,这青秋公子怕不是好男色的,犹豫再三,还是决定好意提醒他一下。 徒山井,闻小六已经娶妻了,你就算喜欢男的,还是换个对象吧。 小妖差点笑喷,拧着唇努力憋着,徒山井则尴尬的耳根一红。 阿念见狐狸这副欲说还修的委屈羞涩模样,摇摇头,带着海棠离开。 屋内只剩下他们两人。 小妖盯着徒山井,先开口,你要跟我谈什么? 他以为他们上次已经谈得很清楚了,各安天涯,一声不饶。 井站在阴影处,目光似水,眷恋地望着他,他真的已经很久很久没见过闻小六了。 时光似乎又退回到了清水镇那段岁月,每日睁开眼,他就能看到闻小六,他吃饭不刷碗,会被老木追着打。 他给药田施肥除草,会晒得满脸通红,他含着甘草晒药切药,带着药箱给人上门诊治。 他常带着他和串子一起去石先生那边听说书,点一盘瓜子和白果,串子只顾着自己吃,他会给他包好白果。 他会笑眯眯地转过头来对他说,石漆真贴心,闻小六的笑容像水波一样荡开,慢慢模糊,慢慢消失,他又落回灰暗的现实里。 这个现实里,他甚至都吝啬于对他一笑,他只会对香柳笑,是那种发自内心的愉悦和欢喜。 而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,他像烈火一样扑到别人身上,亲吻别人,拥抱别人,成为别人的妻子,涂山井垂下眸子,不让他看到自己眼中的惊涛骇浪,他知道自己在极度香柳,无比的极度,发了疯的极度,似火烧,在心间。 入了骨髓,又酸痛苦涩。 也无人可说,夜里很久睡不着,躁闷难言。 对青秋公子而言,这韦石是一种前所未有过的体验,青秋涂山市长房嫡子,含着金石出生,长于锦绣富贵,又天生聪颖,博文强继,处处强于旁人,还生得如龙似凤,人间精灵。 在他的人生中,想办的事都能办到,轻易就可以得到别人的喜欢和爱慕,总是被人特别的优待。 自即是起,涂山井就是个被上天格外眷顾的人。 哪怕身体被涂山猴摧残成如今的模样,他也依然有一部分的自信,这自信来源于他的家族,他的学识,他洞穿人心,操控时局的能力。 所以,即便他在怎么想作业时期,他也不敢抛却这些能带给他自信的外物。 然而,他能算尽一切,却算不尽人心,他把文小六的心弄丢了。 不过,没关系,他从来都是个相当有耐性的棋手,不到最后一字,他始终觉得自己有翻盘的机会。 许久,涂山井终于抬谋,说了句话,如今全天下都知道,大王姬被高星王接回了王宫,却迟迟没有宣风,宣源那边群臣愤慨。 这时,郡队一早就跟小妖打过招呼了,直叫他不用担心,只要他不松口,没人能说什么,也没人敢说什么,民间的传言,传一阵子就烟消云散了。 小妖漫不经心地给自己倒了杯温水,往杯里扔了一颗化煤,试图用酸胃压一压胃部的不是,宣源不满,跟我有什么关系? 宣源,毕竟是你母亲的娘家,那里也有你的血脉亲人,小妖冷哼一声,把外婆母亲舅舅们一大家子都逼死的血脉亲人,她对她扯开一个灿烂的假笑,青秋公子若是西汉王姬这个身份,西汉宣源山的那帮子亲人, 倒不如你变成王姬去认清吧,听人说九尾狐的唤醒术连神器都看不出来。 闻小六牙尖嘴立起来,就是这样的。 图山紧顿了顿,说,专须很想你,她说,她念了你两百多年,也找了你两百多年,你对她,难道也一点情分都没有了吗? 小妖正住,怎么可能一点情分都没有了呢? 如果说,轩缘还有人让她挂念于心,那这个人就只可能是专虚了。 小时候她俩吵架,打架,高兴了她叫她一声哥哥,不高兴了就直接叫专虚,一起玩,一起笑,一个锅里吃饭,一个被窝里睡觉。 看到她受伤,她会恨不得伤在自己身上,听到她被人瞧不起,她会难受地忘了自己的难受。 哥哥这些年很不容易,她父母早逝,后来是她娘亲抚养她,娘亲战死后,她就孤身一人,小小年纪就被她的王叔们逼到高兴,轩缘是她的战士,却没有属于她的力量。 她在高兴看上去挺好,一切起居待遇犹如王子,但毕竟是流落异乡,婢女也可以瞧不起她,认为她仰仗着俊帝的鼻息而活,这么多年,她从来都是心疼她的。 可是,他们分开太久了,她和她,已经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,她拥有了更重要的人要去守护,她不可能再回到她身边,回轩缘了,叫她不用等了,也不用找了, 就当,她眼底终究还是划过一丝不忍,就当她,已经不在了吧,所以,为了留在她身边,你是打算舍弃全部的亲人了? 这个认知,让屠山井感到心慌,心慌的同时,又渡火中烧。 不知是不是情绪过于激动,先前的不是敢陡然加剧了,小妖觉得肠胃在开始翻脚,口中直冒酸水,她微微握拳,皱紧眉头问,你还有别的事吗? 屠山井不懂,她是身子不爽快,只觉得,她是厌烦她至极。 心脏,像被什么东西捏住,难受得说不出来,她对她不闻不问,对专须也不闻不问,却独独对向柳如此执着, 心中这两年不断堆积的不干和妒忌,犹如浇了油的火一样,熊熊燃烧起来,火蛇蹭蹭向上冒,烧掉了她理智的最后一根防线。 她瞥了一眼书岸上的衣书,声音轻飘飘的,你为何会看这类衣书? 小妖心里纳闷,她怎么突然关心起这个问题来了,但不知为何,自己嘴上倒是答得极快,为义父做一位药影。 涂山景挑挑眉,架了向柳,也随着她一起换公公义父了。 为公公将军做药影啊,她温声重复了一遍。 小妖墨地有种很怪异的感觉,像是脑子里有一根弦被轻轻拨动了一下,就一下,紧接着又平静下来,仿佛什么都没发生一般。 她一错不错地望着涂山景,她也凝望着她,她的眸色比以往都要暗沉,可那暗沉的最深处有一闪而过的光,那光从她的眸子里映射到了她的眸子里。 既要给她做毒药,又要给公公做药影,可千万别搞混了。 小妖听到涂山景潮自己轻言道,那声音始终轻飘飘的,感觉很不真实。 她迷迷糊糊地应了一声好,然后手腕忽然传来一股刺痛,她握住自己的手腕,垂眼一看,是香柳送给自己的手镯,微微发着荧光。 涂山景也注意到了,后退一步,诗诗然做了个衣礼,色然道,专须的话我带到了,告辞。 小妖墨送她离开,隐隐不安,总觉得刚才的谈话透着什么古怪,但没容她多想,憋了许久的反胃感。 中鱼袜的一声,在大厅里全吐了出来。 等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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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山里的夜晚,格外寂静。 香柳在山崖边,血蚁在大树下喝酒,酒是小妖去年酿的,未见得酿的多好,但是她特意往里面加了芋笼草,这一味毒药放到任何酒水里,都能让味道变得既香醇又浓郁。 她薄唇微扬,情着一抹若有若无的笑意。 还有七天,才能去接她回家,应该不会有什么变数吧? 她眺望着高星的方向,一颗心躁动不已。 放心不下,就去高星守着,反正军中近来也无事。 公公的声音游远极近,待话音落下,他人也从幽暗的灵音中,缓缓夺步而出。 香柳站了起来,义父。 公公副手立于他身侧,沉声道,听说轩辕朝堂争吵不休,都打算派王孙或者亲王过去了。 少昊就是再稳得住,面对国内外的双重压力,怕是也会妥协。 你和他的这个赌,实在太冒险了。 香柳无声地叹息着,当时和军队谈话,没说到两句,他便对自己剑拔弩张,帝王的强势威压而至,如若自己不迂回着来这么个赌约,难道让小妖看到他父亲跟他丈夫大打出手,然后让他为了自己跟从小疼爱他的父亲决裂吗? 他舍不得。复杂的绅士和这么多年凄苦的流浪经历已经刻在他的骨血里,虽看着平时若无其事,没心没肺的,可在外人看不到的地方,甚至是在他看不到的地方,他会反复舔视内心遍布的伤痕,因为他这几百年一直在失去,所以极度缺乏安全感,哪怕是跟自己成婚后,他也总有意无意地反复确认着什么。 他心疼他,所以不想他再失去什么了。